记者王孟伦台北报道,有网友发现,今天使用Google关键次查询何寿川,前永峰金董事长,结果,荧幕画面的照片竟然出现是李瑞昌,前金管会主委,让人傻眼,该画面连结为维基百科,但实际进入后,并无出现任何照片,因为网络连结物质照片。 由于今年永峰金案首度开庭,何寿川成为重要新闻人物,但无论以手机或电脑使用Google搜寻,可以发现何寿川的照片变成李瑞昌。 何寿里两人主要因为永峰金闭案而有关联,在今年爆发永峰金案后,李瑞昌为当时金管会主委,当初因为提及要找何寿川喝咖啡,了解案情,但随即遭到立委黄国昌痛批。 后来,永峰金案案情升高,何寿川遭到羁押,李瑞昌也亲自宣布,勒令解除何寿川的永峰金董事长职务。